远景团团包围刺其男子 把人压制在地 全身从头到脚搜过一遍 接着再搜车子 没想到竟然找到一把 长达105公分的马刀 拔出翘一看 还闪着锐利光芒 有七个警察 然后有的在拍照 然后拿着一些可能录影机 那像有什么事情让他抓 有在抓他这样 除此之外 还搜出了二十几包 安非他命毒品 地点就在南投市区 民族路跟大同街口 台中警方大阵症 穿防弹背心 鹤枪实弹 跨区在街头抓人 引发不小骚动 那个刺激那个男生 他每天都有开车停在这里 没找谁 他就一个人站在这边 被抓之前几乎我都看到他 警方掌握情资 32岁的成性男子 家里从事殡葬业 但是他染上吸毒的恶习 还曾经涉及暴力讨债 有恐吓取材的前科 甚至涌枪自重 是当地的头痛人物 执行网路巡逻 发现有贩售枪支 零组件 于住宅 实施搜索 起货 空气枪两把 改造子弹五颗 男子不许好 有钱科还在犯 这一回上网都受枪械 遭警方锁定 当街围捕 只能乖乖就范 精神赛顿 赵经理 邱平逸 台中南投 最后 最后